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只他来说 他邀请他的部门主管一起来说 所以这是精彩可期 大家也不要错过 那么这个是我说在今天的话题展开之前 先跟大家做一点提醒 另外就是各位看看今天 这是什么感觉呢 通常呢 蓝色啊 给人家感觉就是比较科技的 比较冷静的 你像医疗啊 各方面都会用这样 但现在呢 再加上这个 好像那个电路图啊 电子版那种内容图啊 那可见是资讯的 那几个字写在这里啊 信仰与传承 这件事情要很重视他 跟佛教能不能延续下去 息息相关 那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 大会师在线上 我今天这样子提 其实这个活动啊 以这两天来说啊 在台湾是星期六日 当然在我们美东时间刚好就差了12小时 所以是这个星期五六的晚上 对 我讲这是一个已经圆满的活动哦 那么他的这个在美东时间的晚上9点到12点 各位想晚上到12点甚至于12点半 年轻人跟着 而且这是来自全球的 将近一千位的年轻人 我光想到我就觉得 太有希望了 太重要了 所以我说这是跟佛教的延续是有关系的 那么过去如果说是实体上的活动 大家要回来 有时候三百人五百人也不容易 那当然国际禅玄也不一样 他又是上千人 那像现在在线上 这个就讲到科技 讲到这个在网络的这种科技的时代 那么善加运用是很重要 那这个我其实是在昨天用餐的时候 因为我们方元孟希 他们都是代表丛林学院 也代表沃泰华都报名参加 另外我们的这个慧芝 我也叫他英文名比较好 因为跟法师同音 叫Julie 是我们上号日同班的老师 加之胜法师 就四位代表沃泰华出席这次的学习 我听他们在用餐在交流 其实我心里头也不能叫做澎湃 就是说很强烈的感受 就是这个方向一定要把它走对了 因为就是因为是网络 是科技 那很多人在上头 这一去它是一个资讯交流 流动的资讯在网络上 那你会接触到什么 那有的时候一个讯息 尤其我在看这个YouTube 比如说 我如果看一道做素食烹调的一个视频 它下面就提供给你同类的方便 有的时候也是蛮好的 比如说我要听金刚经 下面好多法师讲金刚经 都列出来了 这个好像它把这个流动的讯息 然后比较同类的 也可以讲投你所好 就你要的那一类 它帮你这个搜寻 聚集来了这样 讲也方便 但是如果你看的是不好的 那同类 这物以类聚 讯息也以类聚 就同类的相聚 它也一股脑就涌过来了 是好是不好 就从你的起点开始 你点的是一个正向的光明的 对你的这种心智开发是有益的 或者它是人文的 知识的都很好 那相关的会来 比如说我也常常看 我喜欢看人家阅读 这个读一本书你怎么解读 或者我实在没有办法看那么多书 而且我们也得不到 就是在海外 这些那么好的书 至少我在线上 人家先帮我们读了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那起码 我就说我看着看着 我想这个图书馆要这一本 我自己会做记录 就是到适当时候 我们要去进这些书 请人家 我会集中 请人家帮我们代购这样 那么像这些 他有他的好 他的方便 就是他有讯息提供给你 然后他同类的帮你整理给你 但是我说物以类聚 资讯也会这样 他向你靠拢来的 从你的起点 如果是善 那围绕着你的 提供给你的 就是善 如果你一开始 暴力 色情 或者是很负面的东西 恶 那围绕 像你靠拢来的 就是这些恶因缘 像这样子 哇 所以就在你的 这个起手 这个起落之间 你这样轻轻一点 你的世界 其实它是什么样 到底是光明包围着你 还是乌云笼罩着你 我光想到这里就觉得 不得不谨慎 那我就听到他们在分享 说比如说 惠之法师说 他看人家有 因为师父 前几年开始 因为不能阅读了 视力的关系 那旁边的徒众帮忙带读 读给师父听 你看眼睛看不到 我们的师父 他用耳朵在听 耳朵其实也听得很辛苦 但是呢 还是要徒弟 努力的 就是靠着这个可以接受进来的资讯 还是一样 师父是主动在求知的 那么 惠之法师说 他看着 有这个代读 也可以读书 所以看到这个网络上 也有这种阅读的 读书的这种视频 他说 十分钟一本书 太好了 他在跟青年分享的时候 说 这样一个月 可能几十本 上百本都可以有了 但是他发现 当他想跟人家说 哎呀 有哪一本书 说哪一段话 他讲不出来了 其实这个就是 一个一个现象 我把它称为叫做 马桶式的阅读 来冲冲 去冲冲 进来的快 一下子也出去了 当你看完的时候 除非 你自己再去做 这个笔记 摘要 这些 只要动过 就经过 不是只有经过 眼睛跟耳朵 这个太浅 他要经过你的脑 这个 这个心 就是我们讲心念 去跟他 互动 然后经过你的手 不管你是打字打下来 像我真的是用血 写下来了 这样他要六根互用 他就加深了 他在你整个的认知里头的 那个轨道 走过的痕迹 那个轨迹就加深了 只有成为轨迹 才进入记忆 所以他 如果只是一个资讯 来了 去了 马桶一按就冲走了 这样 这个马桶式的讯息 他会走得很快 那所以 有大量资讯来 你经过好的选择 这些都是很好的开始 那但是后面呢 你要想办法 用你的方式 让他加深这个痕迹 成为你的记忆 这个所谓记忆 就进入巴士田中 这个就成为你的 我讲的善根 你那个根基 养生机后 就从这里来 所以我听他们分享 其实很多感受 我想到 妙兰法师说什么 妙光法师说什么 会让法师 怎么样分析这些数据 各种比对等等 这个 好像妙光法的讲 我觉得有一点 确实是的 他说 那个网络上不是 有叫做 番茄计时器吧 就是 多久 就会有讯号多久 大概类似这种 我是没用过 我觉得 我坦白讲 我觉得这有点莫名其妙 就是 得要 依赖到这个程度 奇怪了 我不太明白 它的作用 可能对某一些人 是需要的 我只是我个人 不太 不太 用到这个功能 那没有官法师提出 身上就是一个 很自然的 番茄计时器 就是 你看 木骨成钟 然后中板讯号 然后 如何 这个 很规律的这样 你很 能够 这个 整个时间段 怎么去掌握 那我想 确实的 就是说 从 妙人法师说 从外面的知识 到内化为 内在的 智慧 波瑞 我想这一些 讯息 带给大家 那这些 将近一千位的 年轻人 在 这个 从 不能在现场 移到线上 在线上 能够得到 这些讯息 真的 真是有福报的 一代 那得到这么正向 这么好的一个 不止讯息 它是一种引导 那会 如果他们内化 成为自己的 价值观 人生观 那么在网络平台上 大可以 不管是 自己的学习也好 自己的成长 包含未来 要大放异彩 就是 发挥它的光和热 那么在 网络时代 真的 我们与时俱进 每一个时代 是有它的 怎么讲 促成的各种因缘 现在进入网络时代 像我这样 不懂的电脑 不会打字 也不懂这些 操作的 我都觉得 它是一个 重要的平台 我甚至于 认为 我们 越来越多的人 把越来越好的讯息 放上去 让他们搜寻 他怎么搜 都是好的 都是营养 都是健康 都是正向 如果是这样 你像我们早安佛光 每天每天 这样讲一点 那么 就会 有一些 在网络上 逛街的人 哎呀 逛到了 进来听听看 哎呀 我们做个朋友 你在人生 得到一个 好的朋友 这个对你的 这个未来的 这个人生 这条道路 势必是 一条康庄大道 就像这样子 所以我想 这么来自 全球二十几个国家的 这个佛光青年 然后大家去探讨 去研究 去学习 日后 他会去把它运用 去发挥 真的是很好 我只是很高兴 让我们早安佛光的 各位菩萨们 您知道 在佛光体系里头 学习 大人的大人学习 年轻人的年轻人 学习 小朋友的小朋友 学习 真的 都是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真的很好 好了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准备 要去参加法会 然后还是一样一句话 高细军教授的 这一场论坛 会在美东 今天星期天 晚上七点半 在YouTube上 就可以观看 我们也会做连结 好 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